真好看的孩子 可能给点米子 滚开 高大人 这淡州的米价 要比 汉京皇族吃的菇米 还要高出五倍 你们这米铺啊 敲骨吸水的本事 跟合肥相比 真是有过之而无不齐啊 翘兔崽子 走 走 没钱就来偷 敲你这剑德下 给我 不给 不给 住手 哪个不长眼的 你才是不长眼的 跟他亲王殿下无力 亲王殿下饶命 亲王殿下饶命 高将军 其实本王相信 高将军一定是一个 心系百姓之人 那是自然 那今日你跟本王一起 做一件膳事如何呀 什么膳事啊 各位乡亲父老 今日这个米铺啊 免费放粮 高将军 行 放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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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放粮 谢谢 谢谢 谢谢前王殿下 谢谢 来 谢谢前王殿下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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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庆王带着高承贤 去了沉浸米铺 免费放粮 看来我送的大礼 他已经收到了 什么高批的前王 我倒是想给他 几点好两个脚脚 现在呢 谁在我头上了 将军息怒 要不要派人去 教训他一下 你长点脑子 派人盯紧了 看他们有什么都做 好 苏承那个乱人 其若他在我的地盘放粮 对 你让我不后过 我让你也不后过 你俩上那边找虎人 好 你俩去那边找 是 怎么回事 大小姐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找了半天 这只有烟没有火 陆大小姐 我们又见面了 小侍卫也在哪 正好 黄泉路上做个伴 好得也不气貌呀 高承贤 你害死了那么多人 都舍了轮回在底下等着你 确实比我们热闹多了 确实比我们热闹多了 先前跟我抢人 现在又来搅事 你莫要得意 来人 拿下 谁敢 上啊 行 交通 埃 公主 常吏 住手 殿下 二哥 二哥 高将军说 朕在梁的盗贼已经抓到了 本王过来看看 高将军 本王给你介绍一下 他就是本朝的九皇子 牟川 殿下 臣是来抓陆完然的 没想到 他身边的户外竟然是九殿下 还请亲王殿下明察 二哥 你怎么来了 本王这次前来 是奉命剿匪 同时 彻查朕在梁一时 太好了 陆完然 你这又是唱的哪出啊 我 エ 个人 没想到 把你带到 殿下演戏 都是屠逢意外 遭人陷害罢了 陆小姐向来运筹帷幄 为什么最近 总是被人算计 难道 是本王高估你了 高承贤 你要捉拿陆小姐 可有证据啊 来人 去拿一仓中粮来 是 早就听闻九殿下 近冬于农事 这是否是旱军的赈灾粮 想比九殿下自有分辨 好啊 事实胜于雄辩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还望殿下明察秋毫 定会还我清白 来人 来走 初下告退 二哥 不是陆安然 我知道 知道 你知道还抓他 你对这个陆安然 有多少了解啊 本王告诉你 他在苏城的时候 给我留下信息 说在淡州等我 到淡州的几日 他又处处给我消息 就引导着我 去彻查 赈灾粮一事 你有没有觉得 这一路过来 好像一切都在 他的掌握之中 我觉得很奇怪 这个陆小姐 她看我们 总是看得清清楚楚 而我们看他 总是屋里看话 很难琢磨 可是二哥 不管陆安然想做什么 现在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 而且我们已经抓到 清禾帮中的内鬼柴广 就是他帮高成贤 截梁消赃的 千万不要低估高成贤这个人 还有一点 这个柴广 真的还在清禾帮里吗